这是一个与你们国家半殖民地的过去相关联的历史遗留问题 当香港、澳门从中国孤立后 由于内战、革命战争他们在大陆战败后 他们迁到了台湾 在美国人的支持下 他们稳固了自己的立场 必须指出 在苏联时期我们高度重视这一问题 我也想强调 我们祝贺中国人民 因为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上 他们采取了和平、耐心的政策 对待国家统一以及与台湾问题解决上 中国过去和现在一直采用这样的宽容的复杂的政策 在之前的许多次会议上 台湾问题一直是高层领导人报告的一个专题 在江泽民的报告中 在胡锦涛的报告中都体现过 最后在近期的十八大上 就台湾问题的讨论中 提出了一些关于建设商务合作 非常具体且长远的建议 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 中国的领导人们 对待台湾人民 用的是对待自己同胞的态度 而不是对待敌人 或是某种敌对势力的态度 并且当台湾人 也就是说那些现在生活在台湾的人民 来到大陆 并且发现他们先辈的陵墓保存了下来 没有被侮辱 没有被破坏 这就成为了我刚刚说过的最主要的基础 这一基础是两岸 也就是两岸人民间实现对话的保证 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而第二个时刻是 中国或者外国人称呼为的大陆 成为台湾的重要经济市场 由于这个原因 这种经济交流的建立后 台湾的经济会获得发展 这保证了中国和台湾间的健康的经济环境 可以这样说 对于中国的领导人来说 唯一一个能够被看作阻碍两岸对话 体现敌对立场的障碍 就是试图将台湾描述成 我想说的是 台湾舆论对于在十八大会议上提出的 创建和平时局 建立两岸间合作 即签订和平协议的这一纲领 做出了反应 这是极其重要的 我认为 正是这些关于 扩大贸易 交流信息 和解除通行障碍的会谈 也就是说 谈论不仅停滞在口头会谈 不再仅仅只是君子协议 而是讨论 关于建立两岸关系 可靠 合法的基础 现在谈论具体到 建立自由贸易等问题 大陆将成为台湾经济稳定 和发展的保障 可以这样说 这为未来两岸间 经济 政治 人文 精神 和文化的相互接近 创造了前提 因为在过去 他们很多方面都分离开了 中国大陆的学者 政治家和外交家们 都非常关注台湾的经济和文化的建设 中国经济改革是改革开放政策 它创造了许多原型计划 使台湾在大陆经济发展 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过程中 进行了大量的投资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目前台湾的投资资金 已经快达到2000亿美元 长期以来 台湾问题 是中美关系发展的绊脚石 中国政府推行的 这一明智的实用主义政策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针对这一问题 实用主义政策 在华盛顿方面也占据了优势 可以这样说 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关系 四级因素的作用 现在已经大大缩小了 还剩下一个问题 中国方面从根本上讨论了 关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 但在这一问题中 包含的种种冲突的元素 现在还未能看清 而在这一段时间 现在还未能看清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